Irvin 終於是你囉 的Open獎 這個嗎 開開看 我把它放大點 這怎麼放大 一整個不會用Windows 大家好 我是Irvin 為什麼我會要來講這個Open獎 這個主題 就是因為 前幾週啊 然後11月7號 兩週前在GinnyVis Lake上 有人寫說就是想推坑大坑 有人來講開園運動 不然好多新參者都不知道開園是什麼 所以我就被推坑下來了 就掉進這個坑了 想先問問看 現場 真的不知道開園是什麼的人 可以舉手一下嗎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大家都不知道開園是什麼 八個 九個 大概將近一半了 那知道開園是什麼了 可以舉手一下嗎 又是同樣的這幾個人 大概知道那一下比例 我們就以比例來估計好了 現場三分之二不知道開園是什麼 那我們就來講講開園是什麼 好 總之呢 總之呢 因為就是 我們每個學期都會跑去就是教大 就是 現在不叫教大 現在叫陽明教大 就是 去跟大一的同學講 講open source是什麼 所以我就拿同一個投影片來 原本我要拿同一個投影片來 但剛剛就是花了一點時間整理了一下 我就想想 因為現在已經就是 就是第 剛剛講的第幾次 69 64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辦了65次黑客松了 然後其實就是 第一 大家一定很好奇 第一次是在什麼時候呢 其實上一次黑客松 剛好是十周年嘛 所以剛好十年前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來看一下十年前的GNB 是什麼樣子 就好了 可能很少人 可能現場大部分人 都沒有那個時候的記憶 都沒有那個時候的經驗或者是記憶 對啊 那我就回顧了一下 第一次黑客松 第0次黑客松在哪裡 就是其實你現在可以找到第0次黑客松的 在教宗團的網站 可以找到第0次黑客松的 共筆的紀錄 然後下面有一個就是 摘要 不是摘要 有一個 summary 就是寫說 GNB.tw在Yahoo Hack Day 做了中央政府總預算獲得佳作 他這個滑鼠會一直往上跑 一直往下跑 有點跑來跑去 然後 因為就是得到了這個佳作 然後就拿到一些獎金 所以就決定把獎金拿出來 製辦一場黑客松 讓很多次加速進行 第二 看了一下日期 是在2012年12月1號 剛好是十年前的 65次之前的 64次之前的第0次黑客松 那 那為什麼就是 就是那時候的 就是 某些黑客這麼這麼憤怒 就是 不爽到就是 你看他那個文案 就這麼這麼的憤怒呢 其實是 來自於就是三個月前的 這一個廣告 就是大家如果 如果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去就是YouTube上面 搜索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我們其實前幾次好像也有人提到 對啊 然後就是當時政府為了要拼經濟 然後就拍了一支廣告 告訴大家說我們準備了很多錢 然後要做一個 推升經濟的方案 然後 我叫那個 AI幫我就是把它 在足字稿摘下來 它的內容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廣告的內容就是這樣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很想用簡單的話 告訴大家那是沒辦法 反正就是 很多事情正在加速進行中 然後當時就 就是惹鬧了很多人 就是這個廣告就是在 電視上播出之後 就惹鬧了很多人 然後 然後這個G0V.TW的這幾位 這幾位 Hacker們 就是在Yahoo Hacker Song 就改了他們的題目 改成做中央政府總預算這個題目 然後就變 就拿到了假作 然後 我們就再往下來看啊 中央政府總預算這個 這個專案 就是其實還是可以 還在耶 而且它有更新到最新的資料 這是 我們可以點那個鳥坎圖看一下 明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但這不包含特別預算 有最新的新聞說 明年的那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中央政府預算裡面的國防支出 有達到GDP的將近2.5% 那2.5%就是包含了這個 國防部的3100億 加上退府的將近1000億 然後加上什麼雜七雜八的 再加上特別預算 就是包含潛艦跟 飛機 國造國機的特別預算 加起來是將近6000億左右 達到就是10年新高的2.5% 但是大家知道2.5%是很高的數字嗎 川普說我們應該要提高到10% 對 那台灣的GDP規模是26兆 10%是2.6兆 就超過了現在目前的 中央政府的一年總支出的 全部的數字 所以 就反正總之就是 剛好有個時事就在講這件事情 明年到明年是6470億 就是國防預算 但川普說應該要10% 然後10%是2.6兆 總之 就是現在大家既然 既然剛好有時事在聊這個 國防預算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我們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視覺化這個專案 它還在 然後它有更新到最近的數字 然後這些 第一次的 第0次的黑客松 上面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跑出了蒙點這個計畫 那蒙點這個計畫 2013年的時候 我有隨便Google到了兩個 一個投影片 是AU的投影片 上面就寫說就是要 就是要寫 城市改造社會 拆政府原地重建 結果後來AU就入閣了 就拆到一半就入閣了 對 那拆政府原地重建 其實當時那個大埔案 航空城的那個大埔 抗議的那個 其中一個口號 就是如果 今天拆大埔 明天拆政府 所以後來就變成拆政府原地重建 然後後來就變成了 就是G0V的其中一個精神 就 這邊這篇文章 這應該是語昌投稿的文章 他也說就是 蒙點就是 G0V就是 共筆協作自主參與 然後Folk 然後把政府的網站抓下來 重新再做一個 G0V版本的網站 就 教育部字典很爛 就是超難用 隨時那個時候 2013年的時候 隨時上去 它都是掛掉的狀態 可能上去三次 有一次是掛掉的 然後每大每個字 它都會超級慢這樣子 然後就 當時就有 在黑客中 早期的黑客中 就有人把他整個爬下來 把索爾的 整個教育部字典爬下來 然後就 自己做了一個猛點 然後後來還被教育部 請去核查 因為就是 當時還沒有開放授權這件事情 就是爬下來的 所以其實是侵權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後來 就又經過了很多很多的協調 跟很多就是血汗的經歷 最終終於有了開放資料這件事情 就是教育部終於最終就是妥協了 把資料整個開放出來了 因為他們如果不開放出來 我們就一直爬 那他的網站就一直掛掉 那不如把它開放出來好了 好 那開放資料 開放文化 開放文化有四個 我把它歸類成四大類 開放資料 開放授權 開放參與 開放原始碼 那開放資料的案例 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案例 是故宮博物館的開放資料 因為 博物館開放資料很流行 就是前十年很流行 那故宮現在有一個 Open Data的那個網站 大家上去看有文物點藏資料庫裡面 有100萬像素跟600萬像素的照片 然後它有兩種不同的授權 一個是100萬像素是CC0 就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使用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很不錯的案例 就是無需申請 不限用途 不需付費 可以公開使用 而且不限任何的 不限任何的用途這樣子 但是不包含商標跟專利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案例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開放資料裡面 其實有三種 然後有四種 一二三四 然後各有不同的授權 好 那開放資料 然後開放 既然要開放資料 你就要討論到 要用什麼授權去開放你的資料 像是 最典型的CC授權 那或者是政府開放資料授權 或者還有很多很多的授權 那你最好不要用就是軟體的授權 去授權你的資料 這樣就會造成一些 就是奇怪的 奇怪的BUG 好 那還有 從G0V的FORC政府到直接入閣參與政府 然後再開放政府讓大家來參與 就是還有一個開放參與 包含了開放政府 開放國會 那雖然我們大家知道說 國會就是可能一下子要開放了 現在又不開放了 但是就是還是一個精神 就是現在還有一些民間的努力在做 就是在讓國會再回去開放一點點這樣子 那 時間到了 好剛剛好 那總之就是四個開放資料 你不要開放授權開放參與開放原始碼 如果你不知道要用什麼原始碼 那最好先問一下 在label你的就是程式 delabel你的專案 然後不要用CC授權 是授權你的原始碼 也不要用GPL授權你的資料 這樣會有點BUG 那總之 最終最終最終 還有一個很完整的簡報 如果大家想知道什麼 是開放資料 還有就是早期 OpenSource Open Data的來源的話 可以看這個簡報 OCF的簡報 好喔好喔 拜拜 就這樣子 謝謝Aaron 大家也可以去看完整版的簡報 嗯嗯嗯